新世界发展和港铁合作的大围站新楼盘柏奥庄三旗 两栋正在建的楼宇 部分钢筋运营土支柱和城力墙强度未达标 决定拆卸重建 有846户买家受影响 新世界说买家会获得补偿 涉及的是大围柏奥庄三旗第一座和第八座 现在都起到至少20层 综合新世界发展和屋宇柱的公告 新世界上个月中收到成建商协城建筑的通知 第八座七至八楼部分钢筋运营土支柱的样本 经过检测强度未达标 新世界之后主动展开全面检测 今个月三号发现第八座的钢筋运营土城力墙 和第一座部分钢筋运营土支柱和城力墙 都有类似的情况 三日之后通知港铁和屋宇柱确认结果 处方之后再派完试测 确认两座楼整体结构没有明显危险 新世界决定将两座楼拆卸重建 预计要延迟9个月入伙 相关买家可以选取消成交 无论取消或者继续完成买卖合约 都可以获得额外津贴和利息补偿 以购买楼价1500万单位 就可以获31万去到115万 新世界又说 已经拆成成建商撤查事件 并且撤换相关工程监督团队 也就事件致歉 屋宇柱说已经要求项目认可人士 工程师 承建商等提交报告 并且就着同一项目 其余五栋 已经完成上阶主体结构工程的大厦 进行额外测试 也会调查是否有违反建筑物条例 似乎结果采取适当行动 屋宇柱经知识发展商 打算拆卸两栋大厦 受影响楼层的决定 会继续和有关认可人士 和注册结构工程师更进细节 也确保工程和建筑物安全 并且符合法规要求 项目上个月初开售以来 屡职卖出846伙 相当于项目第三期近9成半的单位 涉及超过127亿 无线电视记者刘俊玉部导 这期间的电视连续